从哪能买到全新的原封盘 能不能推荐一个卖卡带和PS5光盘靠谱的店铺 网上说基本上都是二手后锋的 我是新手不太懂 那这个视频咱就说说这事 我们在国内能买到的PS盘 Switch卡带无非就这三种渠道 第一个人闲置二手 一般都是个人卖家 他不玩了把游戏挂到网上 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风险偏大 可能有划痕 也可能卖家诚信不好 也可能游戏没有中文 甚至你会买到国行的Switch卡带 第二种渠道 国内商家这是全新的 这算是国内玩家主要的购买渠道 但是有的玩家会怀疑 他们的货不是原封的 是后封的 第三种方式是跨境进口港版制优 游戏盘或者卡带从海外仓发货 经过正规报税清关 再由国内物流送货到家 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时间太长了 其实我购买游戏盘和卡带有两个底线 一个是盘面必须要没有划痕 第二就是价格合适 如果你有收藏的爱好 最好托人去国外买 说到价格就有意思了 我们以只狼为例 只狼港幅数字版 使地价格是199港币 相当于183人民币 国内商家卖的全新盘 价格在310-340之间人民币 只狼的二手盘价格在295-310之间 紧挨着国内全新盘 你们看这个价格是不是挺变态的 二手和全新的价格就差10块钱 那谁还买二手啊 另外跨境进口的盘是288块钱 你们看这个香港直游的价格都比二手偏 而且还包睡包油 所以我感觉这个二手盘295-310太变态了 但是至于说港版直游的这种方式 有没有后风盘 在香港人家就后风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 应该没有吧 所以以上四种购买游戏的渠道 各有优缺点 你会怎么选呢